Hello 各位朋友好 已經有四五天沒有上載新的時評短片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老徐不在英國 現在身處法國的巴黎旅遊當中 現在我身處的地方叫做阿斯特克遊樂園 等於好像迪士尼遊樂場一樣 我就不選擇去迪士尼了 因為每玩一個遊戲 就要排整個鐘頭隊 來這裡的好處就是 就是立刻排隊立刻玩 對小朋友來說應該開心很多 為什麼今天要跟大家錄製這條視頻短片呢? 就是因為一早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歐家倫被捕 這個消息也影響了老徐的心情 全天都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我就在遊樂場找了一個角落 大家會聽到有些背景聲 可能有時候威娃鬼叫 請大家忍耐一下 歐家倫我認不認識他呢? 我當然認識他 大家都是立場新聞和主場新聞的博客 我跟他不算心交 不過有時候在立場新聞或者主場新聞的聚會 看到面會打個招呼 我很欣賞歐家倫 他的文章寫得非常好 幾個鐘頭前他被捕 就說國安警應該說他涉嫌又是煽動罪 乾犯了什麼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 我相信跟早前《立場新聞》已經拘捕了七個人 這件事情有關 歐家倫其實他也可以說是不堅非常勤力的人 他也出版過很多本書 包括我的奇幻、國情教育、三罪、二十度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諸如此類 幾個鐘頭前你看到他被拘捕 其實剛才所說的 他引用的罪名也叫做有關煽動罪 過去這幾個月有關用煽動罪拘捕香港人 可以說是非常普遍的 就在4月6日那天 也是以煽動罪拘捕了六名叫做瓶庭師 這群人全部到法庭做亡庭 指控他們什麼呢? 指控他們作出他具煽動意圖的作為 可以是第一次用煽動罪來拘捕法庭聽審的人士 除了大家剛剛都是非常新鮮的事件之外 也有快必 阮民安 還有一個武術教練和助理 也是被控煽動罪 相信也是跟他們教武術有關的 另外古思堯又因為預備去示威抗議北京東澳 又是被控煽動罪 還有陽川會本案的言語治療師等等 我也舉不完這些例子 你可以說 香港這個所謂的煽動罪已經成為了等於大陸的尋釁滋事罪 一樣我們叫口袋罪 什麼叫口袋罪? 隨時把警察放在口袋裡 就去做一個檢控的樣子 歐家倫被捕 不是說 我覺得現在這個感覺是什麼呢? 不是說你做過什麼事情 不是說你說過什麼話 也不是說你寫過什麼文字 而是你是哪一個? 所以已經不只是說什麼以言入罪 而是以人入罪 我這個說法很有根據 現在今時今日老實這麼說 例如東方日報 早前也有很多這些煽動的言論在報紙上 沒事 東方的總編輯沒事 但是立場新聞的話有事 好了 你可以說已經不是中國經常說 我們都是執法而已 現在 如果根據法律 剛才所說的應該是以你做過什麼事情 而去控告你 而不是因為你是哪一個人 現在是剛剛調轉 不是因為你做過什麼事情 而是因為你是什麼人 然後我就找捐公園 找法律去控告你 你可以說 到現在這一刻 大家收口 你也可以有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 收口 收筆 這樣 沒錯 這些就是中共或者奴才的邏輯 就等於最近所謂的特首選舉 只有一個人參加 我們也算是有得減的 其實很多人已經說過了 減的Q 關我們香港人什麼事 我都沒有票 你有10個人參加 4個人參加 10個都是李家超也好 不關我們事 但是奴才會說出這些不正常的話 一個人參選 不代表沒得選擇 這些真的你要換個奴才腦袋才明白 他講什麼 所以你看到現在什麼叫自由 1984 George Orwell 寫的1984 曾經這麼說 所謂的自由 就是可以說2加2等於4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你能不能夠說出各國的真理出來 一些事實出來 沒錯 現在香港連這個自由都沒有了 歷史故事裡面 有一個故事 大家都可能聽過 叫做子陸為馬 就說什麼呢? 秦始皇那時候死了 然後宦官叫趙高 他殺了秦始皇的大兒子扶蘇 就扶了胡亥當皇帝 就是秦始皇的小兒子 好了 之後趙高又想自己當皇帝 但是擔心文武百官不服 那怎麼辦呢? 於是他想了一招 或者叫一個實驗出來 有一天趙高就趁著群臣來朝拜秦二世 胡亥的時候 就叫人牽來一匹綠 獻給秦二世 就說 主上皇帝 這個是一匹千里馬 我特意奉獻給你 陛下你的 秦二世 左看右看 然後說 看來看去都明明是一隻鹿 為什麼趙高說他是馬呢? 於是就笑著問趙高 承相你是不是有些搞錯? 這隻明明是鹿 為什麼你說是馬呢? 趙高沒有理會胡亥這個說話 一本正經地勵聲問左右的群臣 你們說說這隻是鹿還是馬呢? 那些大臣當中 有些人懼怕趙高的權勢 就不敢出聲 有些人就轟而奉承地說 誠相說得對 這一匹刑是一匹馬 他說我之前也養過的 這一匹馬可以說是好馬 也有些大臣當然 就不願意討好趙高 就說不是 這隻是一隻馬 說出這些實話的群臣就怎麼樣呢? 當然要是被監禁 要是被誅殺 現在中共在香港正在走的 就叫做指鹿為馬 所以他們需要一名宦官去做特首 這個宦官就好像趙高一樣 說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 基本法是賦予給我們的 今天李家超就是這麼說的 其實什麼叫做罪名呢? 在這個指鹿為馬的社會裡面 罪名就是說 說你有就有 沒有也說你有 說你沒有就沒有 即使有 我可以說你沒有 就是剛剛所說的 現在今時今日香港 什麼人犯法呢? 不是你做了什麼 而是你是哪一波 好了 剛剛引用過George Owen 1984裡面 這裡又引用一下他的一段說話 他說不論他是寫打倒老大哥 還是他沒有寫 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不論他是繼續寫日記 還是他沒有繼續寫 都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為什麼? 思想警察還是會遞到他的 遞到他的 就是抓到他的 他已經犯了 即使是他沒有用筆寫在紙上 也都是犯了 包括一切其他罪名的根本大罪 這個就叫做思想罪 思想罪是不可能長期地隱藏的 思想罪是不會帶來死亡 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這個就可以說 真是今時今日香港的寫照 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事情 而是因為為什麼? 你深述問題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他的控罪 要包括了就是說 你過去所做的事情 是反映出你的內心 這個叫做諸心罪 為什麼我說不是行為入罪? 就是現在執法的人 經常都是這樣說話的 政府都是這樣說話的 是你的思想有問題 是你的心有問題 所以1984又說 誰控制過去 誰就控制未來 誰控制現在 就控制過去 現在這個叫做 橫觀當政之下 就會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他會將現在 或者叫做 他現在說你是有罪 然後跟著解釋你的過去 你過去做過什麼 然後跟著 對織一串的罪名給你 只要他控制了現在 他就可以控制了你過去 也控制了你的未來 在我叫做 現在的情況 香港是叫做 一觸即法 這個法 是法律的法 你只要一觸碰的話 你隨時就犯法 一觸即法的國度裡面 你有罪 是因為 你為政權拍掌歡呼 不夠大聲 因為你討好 陷微在位者 不夠落力 所以 人人都是有罪 所以政權不控告你 只不過是政權 或者叫掌權者的恩賜 所以 人人都應該感恩 好了 就是說 遲些是這樣的 你現在上台之後 再不是你做了什麼 而是你做得夠不夠力 就是政權說對的事情 你有沒有好像 紫綠維馬裡面的群神 一起和趙高 一起講同一段的話 而且要講得夠大聲 不過其實 這樣也是不夠的 你必須還要加上仇恨 仇恨政權要你仇恨的人 和事 再引用 George Orwell 1984的一段說話 他說 兩分鐘仇恨之所以可怕 不是你必須參加表演 而是要被不參加 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不參加 不出三十秒鐘 一切矜持 都沒有必要了 一種夾襲著恐懼和報復的情緒的快意 一種要殺人 虐待 用大鐵錘痛打別人的念孔的欲望 似乎好像一股電流一般 穿過這一群人 甚至使你違反本意地 變成一個惡聲叫喊的瘋子 就是說接下來 當這個暴政的邏輯 除了要你向政權感恩大德之外 他還要你和他一起去仇恨 仇恨一些堅持真理 譬如好像歐加倫這些人 你們要一起用手指指控他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什麼呢? 暴政之下 他會給你一條路走的 給你的選擇是什麼呢? 一個奴才之路 你可以不做奴才 或者你堅持真理 講真相 在這樣的暴政之下 你會怎麼選擇呢? 沒錯 有很多人說 老徐 你離開了 你就過癮了 是不是? 不要這麼想 每個人 其實可以舉例子 老徐現在仍然堅持要發聲 我也需要付出我的代價 包括未必再可以回來香港 但是 當一個暴政 只留下一條叫奴才之路給你的時候 我們何不去繼續走自己應該走的路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也祝願暴政的時光在香港 不會太長 我們仍然是深信 真理必勝 拜拜